我无意中又在网吧里面就是网上面看到有那个招那个挖机学徒的 我本来刚开始我我打电话咨询他们他们说要学徒 我还想这是一个机械公司啊 他在招学徒 结果不是后来我去了嘛 去之后结果是那种中介嘛 中介给了400块钱 他给我给了一个电话号码 就是说那个老板他要学徒 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说来也算是一个机会 对不对 400块钱一交 我就给那个谁打电话给那个老板 打电话那个他是自己的车 一个小娃娃六零 自己在开嘛 他想找一个学徒 我跟了他一个月半 一把车都没有摸 天天打黄油 这个还不说啊 可恶的是啥 刚去的时候他哄我 他骗我说 他说给我管事管住 让我先住旅馆 他说到后面他给我报销 结果我跟了他一两个月了 他啥也没有报销 我就是天天自己掏钱 我本来没钱对不对 都是亲戚朋友给人借的 有时候钱不够的情况 我就住了 我就住我妈 都是这样过来的 你说你给我明说嘛 你就说不管住 对不对 那我就自己租个房子 一个月才两三百块钱平房 也很便宜的 结果他就来哄我嘛 你说是管吃管啥吃嘛 早晚也是我自己在房子里吃 就除非中午和他一起吃一顿 还是我掏的钱 跟了他一个人半 我说我不跟你学了 我跟你学这辈子 啥也学不出来 别说学手艺了 后来我就出来 虽说啥也不会干吧 但是多少对吧 挖机的八个动作知道了 基本的一些操作理论 还是知道的嘛 我就自己出去找活干 碰见一个老板 我就问我说 老板问我能不能干 我说能干 结果上了工地 不是把水管子挖坏了 就是把车蹭了 反正一口气 好几天找了五六个老板 因为当时 就是说他们那个当时市区里 就是说有好多那个 挖机趴在那停活的挖机 要找活的挖机嘛 那老板也多嘛 我也就是说 见的也多嘛 这个工钱不行 找那个干 找了一口气 找了好几个好几天 去都被人家打发了 有些还连骂带重的 就是说给我骂回来了 当时手艺不行 还出来骂回来了 最后我用气还算可以 碰见一个 就是一个老板 他那个是 活特别简单 光甩土 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的生活费 我那时候心里想 你不给我钱 我都干 对不对 我就干了 给他干了 甩了半个多月的土 不要甩土啊 甩了半个多月的土 我的挖机的 这个 学挖机的路就算是打开了 从来以后慢慢慢慢的 就各种活 各种杂活 就都能干了 我说这么多 就是 其实也没有别的傻 本来就是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个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 我想着让这个 小学挖机 或者正在学挖机的学徒 兄弟们多多少少 能给你们一点鼓励啊 希望你们学挖机的时候 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就是说不要 不要怕 坚持住啊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 我开了六七年了 我也不知道以后 就是说还是给别人开挖机 或者是买挖机 我也不知道 在挖机这条路上 还能走多久啊 我只是把我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非常感谢能听完 能听完的朋友 说实话 这个视频有点时间有点长 非常感谢 感谢你的耐心听完 我守着我的梦想 哪怕有再多的伤 继续吧 路还有很长 这一切其实本无畏 细细的品尝 慢慢体会 苦辣酸甜 让你搭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